救护车跟着消防车进入高雄陆军步兵训练指挥部 因为发生爆炸意外 两名士兵被炸到受伤 那两人的伤势呢 一人是头皮的轻微的外伤 另外一个是手指的撕裂伤 状况均稳定 根据了解 7号上午要进行打法训练 由两名士兵先到靶场做步靶准备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外爆弹突然爆炸 两名士兵惨招炸伤 一名被炸到头盔变形 头皮受伤 第一名伤势更加严重 手指有撕裂伤 还造成粉碎性骨折 索性没有生命违宪 同时还没有开始射击 在准备射击当中 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 因为不明原因 有发生爆炸的问题 那本部还在降察当中 发生的地点在拔场 目前今天全部都暂停 信号两名士兵松一时 意识清醒没有生命违宪 目前教准部已经成立专案小组 将深入调查厘清照音 记者今天中的一轮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